在5G牌照下发近5个月之后 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时代 据了解10月31号 在2019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 工信部与三大运营商等 将举行5G商用的启动仪式 11月1号三大运营商将正式上线5G商用套餐 而根据展会议程 5G启动仪式将于10月31号的9点25分到9点30分进行 此次启动仪式过后10点开始 各地通信管理局和三大运营商 也将开展商用启动仪式 以上海为例 上海将于10点在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举行上海5G商用的启动仪式 5G商用真的正式来了 这也意味着我们之后的移动通信的体验 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纪元 这一时段我们请到的是 魏清先生和袁强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请两位给我们来深度的点评一下 袁强先生对于5G时代的正式商用怎么看 好的 我们都说今年是5G的元年 我们也看到5G的步伐确实是一步一步的临近 从今年的6月6日开始 首先是工信部像几家运营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包括中国网店都发了5G的商用牌照 然后再到了8月份 中移动 中国电信等等 他们都发了5G的免费体验套餐 然后再到9月份开始5G商用套餐的预约 截止到目前已经各大运营商预约的 5G用户的套餐数量已经是破了千万 这可以说一步一步的5G开始走入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其实5G还是处于一个方心未挨的阶段 比如说今年到9月份 我们国家今年的整体的手机出货量 大概是2.87亿台 那5G的手机的出货量是多少呢 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零头 只有78万部 其实如果大家走访身边的一些商场的话 就会发现很多商场 其实5G的手机还没有开始正式开卖 所以说这个机会仍然是一个刚刚开始 就从基础建设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从5G基站的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目前的5G的网络 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靠原有的这个4G才能实现的全覆盖 4G的老的这个基站 但是我们知道5G的这个基站 因为它的这个小型化 而且这个数量这个集成化 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 截止到目前其实三家这个网络运营商 全国的5G基站数呢 大概也就是8万多个 所以这离覆盖 全网覆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5G呢目前来讲 脚步是一步一步临近 但是无论是它的这个商用机会 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投资机会 我觉得都处在一个方性为爱的一个阶段 都还处于方性为爱的状态 可能市场的这个空间 还具有比较大的潜力 一步的这个疫情 这就是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 这些疫情